你可以插入函數 一樣用那個什麼 不過其實以後你可以用最近使用過 如果你前面用過 他最近使用過這個類別 這邊會出現 REPT 你也可以 如果沒有啦 要不然你就是從文字裡面去找 R開頭的往下找 Repeat 那理論上這邊看到的 最好每一個 你都知道用途 因為如果你每個都知道 那以後的話你就知道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就可以用哪個函數可以幫你解決哪個問題 不過如果你現在不熟沒關係啦 你就先知道重要的 以後有時間有沒有 像上班有時間看一下嘛 底下不是有說明 有沒有每一個都給他說明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至於啦有什麼差別 你可以 稍微瞄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Value就很重要 如果你不會這個Value 很多問題就會解決不了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 比較重要的 像TEST這個也很重要 有沒有 將數字 轉換為文字 有沒有常常遇到 像 還有哪一些 像 Rise 從右邊算過來 那 Rise你會發現 還有Rise B Rise就算了 還有Rise B 其實Labs也有Labs B 為什麼有Labs 跟Labs B Mid也有一樣 那這邊的話也許 你們都可以先知道 但也許你暫時不知道答案沒關係 後續啦 如果我們遇到 我會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OK 最好是說啦 如果可以你就自己稍微再找一下答案 可以慢慢試 反正 第一個目標 就至少 你要對Excel裡面的 函數 不能太陌生 不然的話呢 它主要功能你都不會 當然這Excel的功能你就沒辦法把它發揮到最大 因為Excel最基本就是Excel的函數使用 OK 第一個 先按TradeIn 然後呢 什麼東西要 什麼字 就這個字 星號 當然你可以 從儲存格取得這個星號 也可以自己把這個星號 負責貼到這邊來 兩個方法都可以 那我們選擇 第一種方法 就把 C1的字帶過來 重複幾次 跟銷售量有關 如果你點選158 它這邊就會出現158 顆星 什麼意思 你想說 意思是Repeat 重複158次 可是我不是啊 我要 除以多少 100嘛 底下有100筆 你就除100 那除完之後 它就會得到1.58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1.58顆星 但是你會發現 它沒有.58 它好像自動 把小數點自動捨去掉了 因為星號 它沒有提供那個 一半的 只有一顆 完整的 但 比較精確應該這樣 比較精確應該是 你的公式裡面 就應該把 1.58去掉 所以如果你將來公式希望 把那個小數點 完全 無條件捨去的話 好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不知道哥有沒有用過 INT有沒有用過 INT 實際上是整數的意思 OK 我們把它前刮弧 後刮弧一下 那就把什麼 把那個小數點去掉 你可以看到右邊這邊 本來是1.58 那就變1而已 就一顆星 好 按確定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得到一顆星 當然這個時候如果你把它向下填滿的話 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 你向下拉的時候 這個 C1的位置會變動 所以應該 把 1的前號加上 1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把它鎖住 因為你向下拉 裂號會增加 藍號不會增加 所以C前面不用加 打勾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其他的話 還有像什麼 ETLAPS這個 也許可以練習一下 就是 從左邊算過來的字數 這邊有一個 練習題 但這個可能要配合邏輯 如果 他是男生 那就變成 吳先生 張小姐 這要怎麼 怎麼把它完成 這個可以想想看 當然 Write的話 是從右邊算過來 OK Len的話 算長度 所以你可以 用那個剛剛講的 這個文字裡面的L開頭 那當然 一樣會跟你用Test Test就跟他講 這個文字在這裡 幫我算算看 裡面有幾個字 他就幫我把 H123算到64 總共10個字 按確定 你向下填滿 你就可以看出 哪些字是多跟少 不過 順便 講一下 就是說 這個地方 Len 它底下好像有一個叫 Len 加一個b 有沒有發現 像文字類 Labs 也會有Labs b 可是這到底為什麼 多一個b 跟各位講一下 簡單的意思 那個加一個b 是 叫做byte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 不是用這個b的話 就是算幾個字 那如果像Lenb的話 就是算什麼 幾個byte OK 幾個byte 不過以這一題來看 這個應該是同樣的byte數 因為你會發現他這邊 都是英文 跟什麼 跟數字 但是如果你裡面 假如 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 這個身份字號這個 我把網上 放填滿好了 你會發現這邊是五個 五個身份字號碼 五個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算byte 10個 OK 所以 以這個 角度來看 假如說你以後想要知道 你一串文字裡面 到底有幾個中文字的話 其實 有的時候可以用 Lenb 減掉Len 大概就可以算出來了 如果你算by者會比較多 有沒有 那變成說 中文字變成兩個by者 但是是一個字 所以這一題啦 你們可以練習 在那個 我們的這邊就有一個 判斷那個 中英文裡面 到底有幾個中文 101這邊 這個其實就可以 假設以這一題來看 把它放大一點點 比如說我今天 想要知道 想要取得 這邊這三個字 的話 有沒有 意思說我想要把中文字 通通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不是用眼睛看喔 怎麼樣把這三個字放在這裡 想想看 其實就跟那個 Lenb 有點關係喔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算字數 那當然呢 中文字 會跟那個算by的數 會不一樣喔 那不一樣差多少 剛好差三個字 那你不是用三 那你不就是 用Lenb 抓三個字 那不就剛好抓到中文字了嗎 OK 所以喔 等下有時間的話 可以玩玩看 101的部分 請各位試試看 這是我剛剛講的 像這些啦 有時間的話 多多練習看看 OK 那另外我有提到 在範例檔案裡面有一個是101這個 就是我想要抓中文的部分 這個又該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就是有關 這個地方 後面 有沒有別的解法 像 剛剛那個 串接 手機號碼 我們剛剛是用那個 REPT加Len 那我剛好提過 其實除了REP加Len之外 其實還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叫Tesl 其實也可以得到我們要 的結果 一模一樣 那只是該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我們 LIKE 我記得按 認識 然後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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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